凭借着这一身的少林功夫 世言脉在全球参加各种活动和表演 成为受人追捧的功夫明星 演出之余 他还在巴黎传授少林功夫 武术就是妈妈练 妈妈学 所以因为武术帮助我的身体好 每天练上我的身体好 教人少林的文化是什么 武术是什么 中国的文化是什么 就是可以把以上大家都了解中国文化 乡邪立设大道 寸土寸金 世言脉在此租了办公室 推广少林功夫 在他看来 只有这样的世界顶级社区 才配得上这正宗的少林功夫 现在在卡麦隆 马里 科特地国 宾尼 加坡 还有康国 我都那边都有学生 我现在就是想做很大 我希望更多外国人也会了解中国文化 让更多的人会认识中国文化 对于中国人来说 他是会功夫的老外 而对于外国人来说 他却是非洲的李小龙 李小龙是我的目标 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会成为那个非洲李小龙 对于英职工很感兴趣 所以我特别喜欢开股 开钢牌 这个普通的人不会 如果你练 你肯定会受伤了 这个是珍贵的少林的武术 没有别的地方能学到英职工 我的学生们 问他们他们说 他们想以后跟我一样的 如果你能练好 你可以把你的身体让他很厉害了 成为功夫明星之后 誓言麦又多了一重身份 电影演员 武术剑影 就看就是中国人 我也想让大家知道 武术的剑影 不是就是一个中国人能拍 我希望我会有那个机会 也拍一个好的剑影 跟那个成龙 你连接都一样的 因为我也在少林四学武术 这么长时间 在这部已经进入后期的电影中 誓言麦只有约两分钟的功夫展示 他觉得不过瘾 还是希望有照一日 自己能真正地主演一部功夫电影 所以我希望那个外国人也能看我的电影 也对那个中国武术很感兴趣 是 消灭的 是 消灭的 又师父